最近司法焦点还要来关注前黑色会美媒 绰号叫做小C的艺人黄以馨 遭到爆料竟然卖起假包来遭到约谈 网友爆料他在这个代购社团 以十万块钱买了一个精品包包 结果收到包包时发现呢 是只用一般的塑胶袋来包装着 而且还散发着浓浓的塑胶味道 就连金属的扣环都很粗糙 而关键是没有发现名牌包最重要的 识别晶片 只要怀疑他是不是买到了假包包 于是气得投诉 现在是透过司法途径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